张谦 汉中人也 见园中卫郎 识 匈奴将者言匈奴破月之王 以其头为隐器 月之顿而怨匈奴 吾语共击之 汉方欲试灭狐 闻此言 欲通使 道必更匈奴中 乃木能使者 谦以郎硬木 使月之 与唐义士奴甘父聚出隆兮 敬匈奴 匈奴得之 传义禅于 禅于曰 月之在吾北 汉何以得王使 吾欲使月 汉肯听我呼 留千十余岁 语妻 游子 燃千池汉结不失 居匈奴希 谦一与其属王相悦之 希走数十日 至大婉 大婉闻汉之饶财 欲通不 得 见谦 喜 问欲何之 谦曰 为汉使月之而为匈奴所必道 今王 为王使人道送我 承得至 反汉 汉之路以王财物不可圣言 大婉以为然 浅千 未发道义 抵康居 康居传至大悦之 大悦之王以为狐所杀 立其夫人为王 继承大下而君之 帝肥饶 少寇 至安乐 又自宜远远汉 殊无报胡之心 千从月之至大下 竟不能得月之要领 留岁于 海 定南山 欲从羌中归 父为匈奴所得 留岁于 禅于死 国内乱 千与胡七级唐义父聚王归 汉 拜千太中大夫 唐义父为奉使君 千为人强力 宽大信人 满以爱之 唐义父胡人 善赦 穷吉赦禽寿几时 初 千行十百余人 去十三岁 为二人得还 千身所致者 大碗 大悦之 大下 康居 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 据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 与皆在西域传 千曰 臣在大下时 见穷竹杖 蜀不 问 安得此 大下国人曰 无假人往事之申独国 申独国在大下东南可数千里 其俗土着 与大下同 而卑诗属热 其民丞相已战 其国临大水淹 以千度之 大下去汉万二千里 居西南 今身独幼居大下东南数千里 有蜀无物 此其去蜀不远矣 今始大下 从羌中 显 羌人恶之 少北 则为匈奴所得 从蜀 一静 又无寇 天子济闻大碗及大下 安息之蜀皆大国 多其物 土着 颇与中国同俗 而冰若 贵汉财物 其北则大悦之 康居之蜀 冰墙 可以陆仪设立昭也 承得而以亦蜀之 则广帝万里 崇九亦 至书俗 威得便于四海 天子心心以千言为然 乃令因蜀前为发 奸使 四道并出 出芒 出左 出喜 穷 出伯 皆各行一二千里 其北方必低 左 南方必归 昆明 昆明之蜀无君长 善寇道 折杀略汉史 忠莫得通 然闻其兮可迁于礼 有丞相国 明颠岳 而属贾奸出物者获志焉 于是汉以求大富道使通颠国 出 汉欲通西南夷 费多 霸之 及千言可以通大夏 及富士西南夷 千以孝未从大将军 及匈匈奴 知水草处 君得以步伐 乃封千为伯望侯 是岁 元朔六年也 后二年 千为魏魏 与李广俱出右北平 姬匈匈奴 匈匈匈为李将军 君师王多 而千后期当展 赎为庶人 誓岁 票其将军破匈匈西边 杀数万人 至齐连山 齐秋 魂邪王率众将汉 而金城 和西并南山至严则 空无匈奴 匈匈时有后者道 而西已 后二年 汉积走禅于于墓北 天子树问千大夏之暑 千记诗侯 音曰 臣居匈奴中 文污孙王号昆墨 昆墨赴南都迷本与大悦之聚在齐连 敦皇间 小国也 大悦之宫沙南都迷 夺其地 人民王走匈奴 子昆墨新生 父父不就西侯豹王至草中 为求食 孩 见狼辱之 又乌咸肉祥其旁 以为神 遂持归匈奴 禅于爱养之 急壮 以其父民众与昆墨 使将兵 数有功 时 悦之以为匈奴所迫 西击塞王 塞王难走远喜 悦之居其地 昆墨寄见 自请禅于报复愿 遂西攻破大悦之 大悦之复夕走 涂大下地 昆墨掠其重 因流居 兵烧墙 会禅于死 不肯复朝是匈奴 匈奴遣兵击之 不胜 亦以为神而远之 今禅于心困于汗 而昆墨地空 蛮夷殿恋顾地 又贪汉物 成以此时后路乌孙 昭以东 居顾地 汉遣公主为夫人 结昆地 其事宜听 则是断匈奴又毕也 祭连乌孙 自其西大下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 天子以为然 拜迁为中郎将 将三百人 马各二匹 牛 羊以万数 积金必博植数千巨万 多池节复始 道可遍遣之旁国 千计至乌孙 至赐玉旨 未能得其绝 与在西域传 千集分遣赴始始大碗 康居 悦之 大下 乌孙发道义送迁 与乌孙始数十人 马数十匹 报谢 因令窥汉 知其广大 千环 拜为大行 岁于 岁于 千祖 后 岁于 其所遣赴始通大下之属者皆颇与其人聚来 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以 燃迁凿空 诸后始亡者皆称伯望侯 以为至于外国 外国由侍姓之 其后 乌孙竟与汉结婚 初 天子发书役 曰神马当从西北来 得乌孙马好 名曰 天马 吉得晚汉血马 义壮 更名乌孙马曰西吉马 晚马曰天马云 而汉始祝令居以西 初至九泉郡 以通西北国 因亦发始底安息 岩菜 B254CD5F 调之一 申独国 而天子豪玩马 始者 相望于道 一倍大者数百 少者百于人 所积操 大放薄望侯时 其后一席而衰少烟 汉律一岁中始者多者始于 少者五六倍 元者八九岁 竟者数岁而返 事时 汉纪涅月 蜀索通西南夷阵 请立 至赃科 月归 益州 沈黎 文山郡 玉帝皆已前通大夏 乃前史岁岁 十余倍 初此出郡 皆赴碧昆明 未所杀 夺碧物 于是汉发兵姬昆明 斩首数万 后赴前史 竟不得通 与在西南遗传 自迁开外国道 以尊贵 其力士征 尚书言 外国奇怪厉害 求使 天子为其绝远 非人所乐 听其言 与劫 目立民无问所从来 未惧被人重浅之 以广其道 来还不能无亲道必悟 即使诗指 天子为其席之 这父暗至重罪 以激怒令赎 父求使 使端无穷 而侵犯法 其力足异 这父圣推外国所有 言大者与劫 言小者为父 故妄言无形之徒皆争相效 其使皆私现观机悟 欲见是以私其力 外国意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 渡汉兵远 不能治 而尽其食物 以苦汉使 汉使罚绝 责愿 志向公鸡 楼兰 姑师小 国 当空道 公结汉使王辉等游慎 而匈奴其兵又时时遮击之 使者争言外国厉害 皆有诚意 兵若一击 于是天子遣从票侯破 奴将蜀国其集郡兵数万以击湖 湖接去 明年 击破孤师 鲁楼兰王 九泉列亭杖至玉门矣 而大碗诸国发使随汉使来 观汉广大 以大鸟卵及B254CD5F绚人陷于汉 天子大说 而汉使穷何远 齐山多玉石 采来 天子暗谷图书 明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事时 上方树寻寿海上 乃兮从外国客 大兜多人则过之 散 财博赏赐 后聚饶给之 以懒是汉附后焉 大脚低 出其戏诸怪物 多聚观者 行赏赐 九池肉林 令外国客便官名各仓库辅赃之机 欲以见汉广大 侵害之 极家其炫者之功 而较低其细碎增辩 其一心 自此使 而外国使更来更去 大碗以西皆自是远 上交字 未可屈以礼基米而时也 汉使网计多 其少从律尽熟于天子 盐大碗有善马在二师城 逆不肯是汉使 天子记豪碗马 文之甘心 使壮士车令等待千金及金马 以请碗王二师城善马 碗国饶 汉物 相语谋约 汉去我远 而言水中树有败 出其北有狐寇 出其南伐水草 又且往往而决意 伐使者多 汉使数百人为备来 常伐使 死者过半 事安能至大君乎 且二师马 碗薄马也 遂不肯与汉使 汉使怒 妄言 追金马而去 碗中贵人怒约 汉使至亲我 遣汉使去 令其东边玉城王遮宫 杀汉使 取其财物 天子大怒 诸常使 碗瑶定汉等言 碗兵若 成以汉兵不过三千人 强弩射之 急破碗矣 天子以常使着也侯宫楼兰 以期 摆其先至 鲁其王 以定汉等言为然 而欲侯宠姬李氏 乃以李广丽为将军 法婉 千孙蒙 自自由 有俊才 原帝时为光禄大夫 使匈奴 己事中 为时贤所赠 自杀 李广丽 女帝李夫人有宠于上 产昌亦哀亡 太初元年 以广丽为二师将军 发蜀国六千齐集郡国厄少年数万人以往 七至二师承取善马 顾号二师将军 顾号侯王辉使道军 既熄过盐水 当道小国各奸成首 不肯几时 公之不能下 下者得时 不下者数日则去 彼至玉成 是才有数千 皆饥罢 公玉成成 玉成拒之 所杀伤甚重 二师将军于左右寄 至玉成尚不能举 旷至其王都乎 隐而还 往来二岁 至敦煌 事不过十一二 时时尚上书言 道远 多乏时 且士族不换战而换机 人少 不足以把晚 愿且罢兵 一发而复网 天子闻之 大怒 时时遮玉门关 曰 君有赶入 斩之 二师孔 阴流屯敦煌 其下 汉王卓也之兵二万余于匈奴 公亲一者皆愿霸挽军 专利公胡 天子夜出兵诸挽 挽小国而不能 下 则大下之属见清汉 而挽善马绝不来 乌孙 轮台义苦汉使 为外国孝 乃安言法婉由不变者邓光等 射囚徒敢寇道 发恶少年及边齐 岁予而出敦煌六万人 傅思从者不语 牛十万 马三万匹 驴 妥妥以万鼠几粮 兵弩慎射 天下骚动 转向凤法碗 五十余校位 晚城中无井 及城外流水 于是潜水公喜其城下水空以学其城 一发数甲足十八万九全 张叶北 至居炎 修徒以为九全 而发天下七颗事 即在105F给二师 转转车人图相连蜀至 敦煌 而拜习马者二人为直驱马校位 被迫晚则取其善马云 于是二师后复行 兵多 所致小国莫不营 出使给君 致轮台 轮台不下 宫述日 屠之 自此而息 平行至晚城 兵道者三万 晚兵迎击汉兵 汉兵舍败之 晚兵走入宝其城 二师欲宫欲成城 孔流行而令晚亦生炸 乃仙至晚 掘其水源 宜之 则晚故已忧困 为其城 宫之四十余日 其外城坏 卢晚贵人永将兼迷 晚大孔 走入忠城 相宇谋曰 汉所为宫晚 以王五寡 晚贵人谋 曰 王五寡逆善马 杀汉时 金沙王而出善马 汉兵已解 吉布 乃立战战而死 乃立战而死 未完也 晚贵人皆已为燃 贡沙王 持其头 浅人使二师 约约 汉无功我 我尽出善马 自所取 而给汉君时 吉布听我 我尽杀善马 康居之旧又且至 至 我居内 康居外 与汉军战 熟记之 何从 是时 康居后是汉兵上圣 不敢进 二师文婉城中心的汉人之川景 而其内时尚多 既以为来诸守恶者无寡 无寡头已至 如此不许 则坚守 而康居后汉兵 罢来就晚 破汉军必以 军力皆以为然 徐婉之曰 晚乃出骑马 令汉自责之 而多出时时汉军 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 中马以下辟母三千余匹 而立婉贵人之故 时遇汉善者明媚才为婉王 与蒙而罢兵 终不得入忠城 罢而隐归 出 二师起属黄西 为人多 道上国不能时 分为数军 从南北到 校尉王申生 故洪卢湖冲国等千余人别至玉城 承手不肯几时 申生去大军二百里 妇儿轻之 攻玉城疾 玉城窥之身生君少 陈用三千人攻杀身生等 数 人托王 走二师 二师令搜宿都位上官捷网攻破玉城 玉城将 其王往走康居 结追至康居 康居闻汉已破碗 出玉城王与结 结令四骑士副首义大将军 四人相为玉城 汉所读 今生将 足师大士 玉杀 末世先机 上逼第六A骑士 照地拔剑击斩玉城王 结等岁追及大将军 出 二师后行 天子时始告乌孙大发兵击晚 乌孙发二千骑网 持两端 不肯前 二师将军之东 诸所过小国文婉破 皆使其子弟从入贡献 见天子 因为制焉 均还 入 玉门者万余人 马迁于匹 后行 非法时 战死不甚多 而将利滩 不爱族 亲谋之 以此误故者众 天子为万里征伐 不露其过 乃下诏曰 匈奴为害久矣 今虽喜目北 与庞国谋共要绝大悦之史 遮杀中郎将将 顾雁门首攘 微须以西集大碗 接合约杀七门车令 中郎将朝集深读国史 隔东西道 二师将军广力争讨绝罪 伐圣大碗 赖天之灵 从宿河山 涉流沙 通西海 山雪不羁 世大夫净渡 祸王首鲁 真怪之物 必沉于阙 其封广力为海西侯 十亿八千户 又封斩玉城王者 赵帝为新智侯 君政赵使成功最多 为光禄大夫 上官杰赶深入 魏绍府 李多有计谋 魏上党太守 君官立为九卿者三人 诸侯相 郡守 二千淡百余人 千十以下千余人 奋行者观过其望 以示过行者皆处其劳 士足次执四万钱 法婉再返 凡四岁而得罢焉 后十一岁 征合三年 二师父将七万其出五元 积匈奴 渡至居水 兵败 将匈奴 未缠于所杀 与在匈奴传 赞约 与本纪言合出昆轮 昆 轮高二千五百里于 日月所相必引为光明也 自张千十大夏之后 穷何元 恶毒所谓昆仑者乎 顾言九州山川 上书尽之以 至于本纪 山经所有 放灾 双引号